好 緊接著 也是讓人整百多次的是大同 大同這家公司是 第四度爆雷了 現在大同美國的子公司 也要申請重整了 這公司是怎麼做 就已經四家了 我們已經看到 從去年12月13號 華映綠能就是一個重整 這怎麼洗人謀不髒 什麼洗人謀不髒 其實這個問題真的很嚴重 而且它其實背後 還有很大的目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 除了它怕市場派 奪取它的精英權之外 其實它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打壓股價 就是讓大家手上的股票 通通都變壁紙 所以你看華映 綠能 還有上智半導體 就已經有三家 都已經被標柱了 對 綠能 倒掉了 華映 倒掉了 上智半導體 倒掉了 現在連大同美國 子公司會申請重整 大同美國的子公司 現在就是剛好前面 林郭又公布了說 它要申報轉讓2000張 我把這件事情都放在一起 是告訴大家說 它就是要製造很多很多的利空 而且這些利空的問題是因為 它背後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就是不斷的在掏空 不斷的在製造大家手上的壁紙 這個多惡劣 我們看一下後面就是 超級惡劣 真的惡劣 林郭文彥決定要申報轉讓2000張 時間就從今天開始 對 剛剛這個美國的大同 它最根本的原因是 你要你投資這個公司 你要看它的財報 但是沒人看得這麼詳細 就是已經被標柱的綠能 在108年的半年報 它就揭露說呢 說我們的這個本集團 就是綠能跟集大同美國公司 在107年9月 就是你公司已經快經營不下去了 你跟一個細料供應商 來簽什麼 簽說長期購料合約 說我從108年開始 所以綠呢 美國大同美國的子公司 透過這會 這會跟一家公司簽了長約 對 跟美國的這家公司 那這個合約呢 要5000噸的這個細料 就這樣的一個細料 而且什麼時候開始 是從108到118 你公司都已經要申請重整 我想問一下 他簽約的時候 公司申請重整嗎 他簽約的當下 簽約的當下還沒 但是他應該也都知道說 其實他當時 在面臨經營權的時候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他的華映 綠能 這些公司都很慘 那都這麼慘了 你還預付了3500萬美元 這裡多少 這裡就10億多 就是我付掉一成多 然後你第一期 第一期 沒付 這個都是美金 對 這都美金 3500千元的美金 對 就是3500萬美金 就是10億 然後第一期 第一期就是去年的第一季 這個500萬 沒付 然後第二期250萬 沒付 所以我這些都到期了 這些到期的說 若綠能沒有依合約支付 這些款項的話 他就可以提起訴訟 要賠償多少 賠償4億6千萬美金 也就是143.9億台幣 這個叫做綠能的潛藏負債 我不知道他簽約的當時 他們的財務狀況如何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他付了一個預付款之後 接著就付不出來了 對 就是 那顯然公司的資金流 他自己應該知道 沒有 他根本這個合約 你為什麼要簽錢就有 就這種合約就是 你根本第一期就 第一期就不付 第二期也不付 所以他就有一個預付款 他第一期就不付了 就表示他公司倉庫裡 有多少錢 照你說那個簽約的時候 預付的時候應該知道 當時 倉庫來賓沒錢 所以你這個公司 光這個細料合約 就是購買細 就太陽能什麼 他不是說要到這個 台南去什麼重電嗎 然後說發展太陽能嗎 結果你跟人家買這個合約 跟美國的供應商買合約 你通通都不付 然後呢 一個潛藏負債 這個合約在簽訂的當時 是不是現在應該查一查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合約本身是假的 是不是在製造一個大地雷 大利空 就是這個問題 一定要查一查 所以 因為從合約 我們表面上來看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 深入看他的財報 對 但從表面上來看 我們質疑 因為今天大同美國的子公司 已經申請重整了 就為了這個事 那重整如果是因為這個約 這個約好好查一查 對 就說這個約呢 為什麼我要申請這個重整 然後甚至能不能破產 因為如果這個美國廠商 來要這143.9億 那請問你綠能 還有美國大同能不能還 還不了 而且我想知道的是 如果假設他是故意簽一個 有害自己的約 對 那這種手法他過去用過嗎 用過 因為他在華映也用過 我們之前講過 他不是去幫忙中國華映 說我每年 從98年開始 我每年保證你獲利10% 有沒有 結果呢 中國華映就要來跟大 跟這個 也就是說他過去其實也簽過一些 我們認為極端不合理的合約 對 所以黃國昌才會 對 上次我沒有講過 你哪有投資一家公司 我保證你每年賺100% 你保證他每一年 你不只是要米平要虧水 還保證他每一年 要賺超過10% 對 所以華映也有一個 將近百億 不是超過10% 賺10% 賺10% 保證中國華映要賺10% 那我就用投資案 所以華映呢 現在有兩個債要處理 一個債是說 你在中國華映呢 你把你的這個百慕打的股票 就是你本來持有的 大概25%左右的這個百慕打股票 全部26.37對不對 也就是說 你持有中國華映的這個股票 全部我都要執行了 我執行完了之後 我還要再來跟你要這個 保證10%的那個100多億 所以呢 那就搞垮華映了 就搞垮 不是 不只搞垮華映 而且搞垮大頭母公司 這一家在海外控股的 叫做華映百慕打 這一家我們上次有講過 在106年的時候 它賬上還有400多億 所以我就是告訴你說 我這些持股 本來百分之百職押的 還大同母公司保證責任的 全部通通都要歸零 所以玉珍的質疑是 有沒有可能大同刻意去簽 一些上權入國的合約 然後搞垮自己 我有沒有聽過這種話 就是真的 真的有可能嗎 我認為檢調一定要查 要給所有的投資人一個答案 因為大同是97公司 對 是這麼一個島主人 島主的公司 總是要跟人家說得清楚 而且我們現在最難過的是說 這家公司的董事長 林郭文彥 他這個時候申報轉讓持股 為什麼 他的持股只有16004張 這個時候你反而應該要來加碼 對不對 展現決心 你老闆怎麼可以走 這個時候怎麼可以走 而且我覺得現在我們大家是說 這樣子的董事長還適不適任 第一個就說 他只有104張對不對 16004張 當然申報轉讓是合法的 對 問題是 在這麼大利空消息之下 在此時此刻申報轉讓 你就不會打 這不是打擊投資人的信息嗎 因為你看到所有的 老闆都不想持有 我小股東 我小股東 我感冒嗎 我們看一下這個 除了大同大學這個 大同大學這個算是公有的 還有 就是說也算是員工的 也不是他個人的 這個林郭文彥 16004張 其他他目前持有的股數是嗎 對 他持有的 張數 對 張數 其他的你看 所有的大股東都在底下 這種10萬張 9萬張 17萬張 13萬張的 甚至包括大家講的市場派 說到底有沒有過半 可是你這個16004張的 董事長林郭文彥 我們看他最近 他現在要申報轉讓2000張 他申報轉讓2000對不對 然後還有做了一個什麼事 他已經有1萬1000多張押在 押押了 押押給什麼 押押給因為他付不起 所以押押給營造廠 因為他可能大同莊園或什麼糾紛 不知道 但是這都是屬於他個人的部分 甚至我們還講過 大同 不 台灣銀行跟趙鋒 都去準備要查他的個人財產 因為他有個人的負債 所以林郭文彥這樣算下來的話 他只剩下2000張 請問一個2000張的董事長 控制了233.9億的大同 那所有的股東 你還能忍受嗎 所以蔡同幫我們來看一下 大同的股價 小股東怎麼辦 投資人怎麼辦 237億的大同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公司我看到 今天這張大同寶寶的商品 真的是不生唏噓 因為今天他又收掉美國公司 所以股價還是跌 不過其實他跌已經相當久了一段時間 跌到這個地方 但是等於這兩天又創波段新低 繼續創新低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他跟市場派股權的問題 現在因為公司派都是用了一些 我們說毒藥丸的計畫 就自己把自己毒死 毒藥丸計畫 對啊 就申報總統 哪有公司要投資自己的 我也覺得想不到 就要避出市場派的股份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 毒藥丸的計畫還在進行 他這樣子葬送多少投資人的血汗錢 就沒辦法 因為股權的爭奪 所使用的手段就無所不用其極 這種公司什麼感冒 不緊接著回到國際焦點 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第13輪談判 才即將要舉行 想不到談判之前 美國頻頻出招 美國商務部宣布什麼呢 要對中國44億美元的 木櫥櫃加稅 怎麼會 剑紙木櫥櫃我也想不到 中國的木櫥櫃很厲害嗎 因為之前他殺華為 因為華為5G的技術很領先 他殺大疆 因為大疆的無人機現在稱霸全球 那他幹嘛殺中國的木櫥櫃呢 其實我們都往往忽悅了 木櫥櫃 中國一年大概出口到美國的話 44億美金 差不多大約1300億台幣 這個產業還滿大的 其實在8月的時候 美國商務部已經下令海關說 中國進口的這些木櫥櫃 梳裝台 你都要收現金的保證金 那現在確定是緩傾銷稅 最高的稅率251% 251%以後這個產品幾乎在美國 完全要撤出來 251%等於是2.5倍 那他們美國有一個櫥櫃的聯盟 是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去數月 所以才展開了這個反傾銷的調查 那美國的這個櫥櫃聯盟說 我們一年損失20億到40億美金 這麼龐大 就是因為中國不公平的一個競爭 他們說中國的業者 從土地 電力 原料 到這個貸款 出口 都是政府在優惠跟補貼 所以他們的根本 是美國的一半 一半的時候如何競爭 我們就舉一個例子 一家公司在北凱 羅來 納州 有一個公司叫哥倫比亞 森林牧產產品的公司 就是畫面上這一家 它主要是生產那個硬的三合板 那硬的三合板的話 這個中國的成本很低 那美國 我們知道美國 很多是DIY 就買了這個半成品 就回家自己DIY這個傢俱 結果呢 這個哥倫比亞這一家的公司說 我們已經不行了 我們剛解雇了25個工人 剩下的能做多久 我也不知道 也許全部都解雇 這句說他三合板的這個生意 也不想做了 對 因為沒辦法競爭 因為中國的木櫥櫃 以美國聯盟的說法是 他們就是以他們價格的一半在傾銷 對 根本拚沒過 那這一次被客稱 可能高達251%的緩清銷稅 幾家被點名的 比如說大連美森木業 這個公司很厲害 在美國紐約洛杉磯十幾個城市 都有它的披花店 而且有大型的一個工廠 它的廚具好漂亮 還不錯 再過來一個叫日照富凱 那這個是台商去創立的 它更厲害 台商喔 它把那個砍花那個樹木 不要的東西 別人木材公司就丟掉 樹皮 樹葉就丟掉 它都可以拿來再來做 哇 這個就厲害 難怪它的成本 資源再利用 成本低 我們來講一個台商國際 台商國際不是我們台商嗎 台商啊 郭三輝 郭三輝是家具大王 對 家具 它在同行當中 叫家具的教父 家具教父 那它也是台商前台積聯的會長 1980年的時候 它就在東莞大嶺三鎮來創業 後來大嶺三鎮成為 這個中國裡面家具出口的第一鎮 最厲害 就在這個地方 它每個月出口有4000個貨櫃 最高峰的時候 員工有1萬人 然後2008年 就是它最高峰的時候 一年的營收做到25億美金 光是美國就17億的美金 它多厲害你知道嗎 它當時 他說 哇 19差不多95年的時候 美國的這個家具的工人 時薪大概15塊美金 東莞只有1.5 我就是你十分之一 那一天工作8小時 我大概我的成本 你的成本就變成我的80倍 所以美國家具的工人的成本 是東莞 郭三輝他們公司的80倍 那當然美國家具 才沒辦法競爭 對啊 再過來它很厲害 有一年 美國有一個很大的家具公司 叫環美破產了 他就把它收購 自己有品牌 自己有品牌有什麼好處 因為他有很多OEM的客戶 OEM客戶說以後你要做 那我就不會給你做訂單了 所以郭三輝就去詬病了 美國家具的品牌 一年就多了1億美金 再過來 到了這個東莞裡面的 這個松山湖 那個廣大的土地 他就準備來生產 但是這個代表了一個 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產業的興衰 因為家具業很容易 有環保污染的問題 所以在2015年到2017年 光東莞市就開了好幾次的華單 開給他 最後受不了搬走 去年他停工 停工了以後 松山湖留下來這個土地 誰進來了 華為進來 現在華為的總部 那就是被騰龍換鳥了 對啊 把簍子空出來 換別的鳥見來 因為要扶植我們華為 對啊 所以呢 它的股價我們看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股價 來 港股它 這個交易家叫順程控股 就是台銀國際 你看2006掛牌的時候 大家以為說富士康第二 富士康定情 港幣4塊2這個價位 哇 現在只剩0.3 那這一次的中美貿易戰 要嚴懲 也就是要科高的關稅 對中國的募櫥櫃 那中國募櫥櫃 其實很多的背後是台商 我們就台商 這個也沒辦法 再過來 我覺得川普是這樣 我就嚇給你馬威 下個禮拜中美談判 假如談判不好 我真的就把你喊緩興銷稅了 應該是這樣 但是最後補充一下 其實危機就轉機 我們先看一下 這是美國前十大的 這個家具的連鎖店 第一名叫做愛斯利 在台灣也有 它一年就大概出了4億多美金 我們有一家公司的股票 今年就丟到世紀 我告訴你中美貿易戰 台灣掛牌的家具概念股 還可以漲146% 你告訴我怎麼可能 好 哪一家呢 請蔡總幫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愛斯利 就愛斯利的工藝商 這個叫做 它的工廠你看 就在馬來西亞 它是馬來西亞的家具公司 來台灣掛牌 所以它不會受到這一波 萬一要課高的關稅 馬來西亞不會課到稅 不會有影響 這家叫特升KY6616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股價表現 我們直接看它的這個 你說它今年漲多少 今年漲146% 好厲害 我們直接看月線 這是今天 今天上漲 月線我們看長一點 這是日K線 我們來看月線 月線 縮小一點 我們來看 今年從14塊台幣 就漲到今天36塊 今年從9塊5毛2 漲到36.9 一路漲 那為什麼 因為它上半年的EPS 就1塊8 市場估今年3塊6 去年只有1塊5 所以大幅的成長 好 所以這家公司可以留意 在這裡 你真的不停 你怎麼看 你怎麼看 要不要再用這個 你怎麼看